尽管水已咽到胸口 记者勇敢地泡在水里卖命播报 博命演出报道水灾反而成为国际媒体焦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气象主播在报道缅甸下不停的惊人暴雨时 连带介绍了这位缅甸当地记者以泡水连线方式直接告诉民众淹水深度 对比记者眉头紧锁忧心忡忡的神情 坐在小船上的民众却一派轻松 小孩脸上还带着笑容 持续数星期的暴雨在缅甸量成严重水灾 大雨引发山坡地土石倾泻 防雾被大水冲得东倒西歪 缅甸政府出动军用直升机抢救受困民众 根据统计这次水灾有超过14万人受灾 50多万亩稻田遭洪水淹没 联合国已经派员评估灾区状况后 准备提供粮食饮用水协助安顿灾民 记者正好报道